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大鹏 2020年的下半年以来 长江流域是阴雨绵绵 洪水暴涨 三峡大坝和洪水 就成了最近人们非常关心的话题 这不 最近贵州山里传出龙银的怪叫声 大家伙也是议论纷纷 都说这三峡大坝切断了咱们中国人的龙脉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关于长江巨龙洪水的一些传说 都说这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长江又是这龙脉 那么在古代故事中 这两者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据说远古时期的大洪水退去后 虽说很多土地就漏了出来 可是这坑坑洼洼的山地 还是被这洪水浸泡着 日久天长 这里就生了妖精了 要说这个妖精还有些来历 谁呢 就是上古砖须地的最小的一个儿子 变成了王梁 王梁钻到水中 这普通的水啊 就变成了没有福利的弱水 拔根鹅毛或者是卢花扔到这水里 就看着这鹅毛顺着这个水是一尘到底 甭管是家畜或者是人 只要落入水中啊 就被这水中的王梁拖下去给吃了 大洪水之后呢 希望母派大鱼之水梳理天下的江河 可是藏在水中的王梁不除啊 恐怕日后是兴风作浪 危害人间 于是又派了天上的青龙和黄龙下士 驻大雨一臂之力 这青黄二龙呢 化作道人 在人间走访 就发现这王梁啊 在人心中下了一种毒 叫做利火来蛊惑人心 轻者让人丧失理性 互相的妒忌互相伤害 随着中毒越来越深呢 就会被炎所控制 据说这种炎是惨死之人 因为过不了奈何桥 不能投胎 一股的怨气是积聚而成 愁比青天似海参 极其的恶毒 俗话说这九魔一眼 这一个眼呢 就能打过九恶魔 为了除去这个王梁剥下的利火欲演 青黄二龙呢 就化作两位道长 云游行医 用丹杀药物 还有这个符咒啊 来帮助人们调理医治 很快两位道长治病的神迹 就在这老百姓中啊 是口耳相传 传开了 很多人是慕名而来 短短的几个月 这一方的百姓是排着队前来治病 很多人呢 经过这么一调理呢 也就恢复正常了 老百姓这个高兴啊 都说这两位道长 简直就是活神仙的 气得是王梁 是吃跺脚 心中按摩 好你个小老道 换了我的好事 整整起死我也 赶忙就派手下的鳄鱼精和蛤蟆精呢 去打天虚实 两个小妖呢 就化作一股的黑烟 附在了一个病人身上 混在了看病的人群之中 千年的蛤蟆精打远呢 就看到一青一黄 两道光是直冲斗牛 心想 这位道士可绝非凡夫苏子 我得留个心眼 可别白白送我死 蛤蟆精一度的坏水 大眼珠的一转 哎 来了主意了 就装模作样的对着鳄鱼精说 嘿嘿 道兄 依我所见 这两个小老道 也就是这百十年的道行 杀鸡烟用宰牛道啊 道兄 你在这稍作歇息 带我手道歇来 拿下这两个小老道 鳄鱼精一听 这可不成啊 这立功领赏的事 怎么能便宜你这蛤蟆精一个人呢 没等蛤蟆精反应过来 这鳄鱼精啊 摇摇头 瞬间 献出了原形 张开血盆大口 奔着两位道长是扑面而来 再看这青黄两位道长 早就看到对面是一团黑气扑面而来 心想 今天有妖孽作祟 定让你是有来无回 眼见这鳄鱼精扑过来 青龙道长是不慌不忙 轻轻将手掌这么一番 只见一颗弹珠啊 画作一股清光 将这鳄鱼精是打翻在地 哎呀 这鳄鱼精见大事不妙 转身就要跑 只见这青龙道长 再这么一番手啊 一颗弹珠出去 是正打在鳄鱼精的后脑上 脑僵蹦裂 哎呦喂可吓坏了这蛤蟆精 一股子黑风溜烟就跑了回去 连滚带爬来到了王良的面前说 带王啊带王 这两个小老道是坏了咱们的法术 还打死了这鳄鱼精 王良大怒 于是亲自带着一众的魔子魔孙前来挑战 眼见这东方天际黑云滚滚就逼向了两位道长所在的村庄 两位道长呢也算到了王俩要出来了 于是呢就嘱咐身边的百姓赶快啊 回家关起门来藏好了不要出来 只见这一青一黄两道光闪过 两位道长不见了身影 地上的百姓啊 只见的是天昏地暗 飞沙走石 寄生惊天炸雷之后 是大雨彷徒 一脸下了这么七天七夜 这青龙黄龙在天上 与这一众的妖魔大战了七天七夜 眼见着王良的魔子魔孙已经被斩杀殆尽 只见这王良空中是念念有词 开始施展他的妖法 这地上所有中了掩毒的人啊 突然间变得是如同丧尸一样 两眼通红目露星光 缤纷南北两路呢 就如同这红色的巨蛇啊 就围向了村庄进发 王良想让其被操控的世人是同归于尽 经过这七天七夜的敖战 已经让这青黄二龙啊精疲力尽 于是二龙呼啸着从天而降 沿着村庄前的是倾泻而下 端极的清流啊 就湮灭了这冲天的邪火 夹杂着这些恶人呢 一泻千里 为了压住这王良的邪火 青黄二龙决定 永远镇守在这片土地上 久而久之啊 便嵌入其中 成了咱们今天看到的 长江和黄河 人们常说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也许啊 这就是根源 千百年来 长江黄河守护和滋养着 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中国人也亲切的把长江黄河称为母亲河 当之无愧 历代圣贤君王都纷纷的败迹承载万物的山川河流 对大自然抱着感恩的心 要说三峡就是一条巨龙 这凡夫俗子 怎么可能用这几块砖头 拼起来的三峡大坝压住龙呢 如果不是天意如此啊 也真是很难做到 就如同风神演义中说的 地上的神仙呢 也是有劫难 所以可谓是再劫难逃 2012年7月4日 三峡电站呢 最后一台机所正式的交付并往发电 也就是说长江巨龙彻底被这座大坝给压制住了 这一天呢 很有讲究 2012年呢 是任臣龙年 也就是龙年呢 制服了一条龙 按照奇门遁甲中 这天干藏地支的说法 这任臣中的任是天干 这个任的天干中藏了一个地支 就是甲臣任 天干任中藏了一个地支臣 那么天干中藏着的臣 与地支中的臣就成了两个臣 有这么个说法 叫做臣臣自行 对于这条龙来说 就是自己把自己给行住了 长江这条龙不是很厉害吗 没人能治得了你是不是 好 那么天定的命数 到你自己克制自己的时候 不用别人去压制 你自己也就老实了 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天使 这三峡大坝才能压住这条长江巨龙 在先天八卦看来 西北围银为昆仑山 属祖山 我们生活中也会把很多连绵不绝的山 叫做山脉 如同脉络一样 也的确如此 其实众多的江河支流汇聚在一起 形成更大的河流 也可以被称之为水脉 上古大洪水之前 贡公与炎帝大战 撞断了天柱 导致天清西北地陷东南 这沿着昆仑山向东南方向 就延伸出很多条山脉 水脉 统称为龙脉 其中最大的一条龙脉 就是长江这条龙脉 龙脉通则国运昌 龙脉西则国运必然受影响 而从风水的地气学来说 长江所在的位置属于井门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 所以长江这条龙脉被拦腰截断 这风水就彻底的被破坏了 不但会影响自然天文气候 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 将中国最大的一条龙脉改变了 破坏了中国的风水 天长地久啊 四千年后的今天 敬畏天地早已经成了四舅了 就像当年被这亡粮蛊惑了的世人一样 口中喊着战田斗地 赶天换地 风言风语 激进癫狂 八千万冤魂的怨气 让这被亡粮蛊惑了的世人 陷入了损人利己的眼中 这样的癫狂 招来了鬼魅亡粮妖魔鬼怪 纷纷出动 近日在网上流传的一则视频中说 这贵州山中传来怪声 人们认为可能是地壳运动的声音 是地震的前兆 不过我更觉得这声音呢 是龙的声音 摆脱枷锁前的声音 来守护这片土地上龙的船人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点赞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